各位同学来测试一下声音和图像是不是清楚 可以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好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讲解和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图形的走势 今天是5月2号 那今天和大家继续来探讨交易 在今天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行情还是走得比较强了 比如说我们看到黄金可能会形成一些多头的机会 然后欧澳其实是比较好的 欧澳是今天可以说是最好的一个交易的单 下降走势震荡震荡下来了 然后假设这个行情再往下走的时候 可能还有再次去入场的交易机会 这是这是今天的一个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图形 特别好的一个图形 那欧元对澳币整体上来说 我们看到澳币其实在就是澳币在反弹 或者说欧元往下走的时候澳币走的不是那么特别强 欧元目前是在1.2的这个关卡价位上 上下的震荡没有特别多的这种特别 所以欧元我觉得不是特别明显的走势 而是说它有比较明显的走势 但是在1.2的这个位置上可能会受到一些支撑的力量 就像是黄金在1300的位置上受到支撑的这种状态是一样的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图形 单纯的来按下交易系统看一下图形的走势 小诗图当中欧元走的今天也是 就是看到它的这个内部就往下走 欧元对美元现在的走势还是一个偏空的 这是这个空头其实是空的蛮明显的 空头是空的比较明显的 今天有同学就问我就是这个图形该怎么做 包括什么我想最近一段时间趋势特别明显的情况下 各位同学请把你们的 这个交易当中的这些 呃 绩效呢发给我看一下 特别是我们这些同学 很多同学已经跟了蛮长时间了 就不停的在学习 在这种交易的过程当中 把你们的这些交易的状况呢发给我看一下 让我也知道你们做的 啊做的怎么样啊特别是我们在昨天的时候 跟大家去谈及到 而且在交易系统当中 呃所需要 就是在学习交易的过程当中 需要在 上去做一些把握 特别是趋势来的时候要能够 把这个仓位的能够把握得住 这是我们看到的 啊 这一波的这个行情的 这个走势的状况 呃 欧元对 澳币是走的是比较好的 欧澳 单个的看一下啊 然后我们再单个的看一下澳币啊 澳币在今天的时候处有一些像是触底反弹的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样子啊 但是他的日线图上还没有形成我们说日线级别的这种反转 目前所处的位置 是7500这是澳币在最近相当长一段时间上的低点 所以当行情走到这些低点的时候 往往会受到一些 一些行情带来的支撑的作用 这是眼见的支撑点的点位啊 那我们看到这是 一张图的是澳币的周线图 那么澳币在走的时候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上涨 那现在的又走出一个一个单边的下行的走势 所以澳币整体上我觉得 颈线的位置显然就是在75的这个位置 当周大幅下行 所以行情呢 他逐渐走到一个特别特别 可以说是特别特别引人注目的一个地方 7500的位置上 无论是在这个时候也好 还是说去错位去空也好 都是可以的 我觉得都是可以 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 我们把这个澳币的图了再画一下 这是澳币的日线图 这是澳币的日线图 图形当中 上方压制 真的这些上方的支持趋势线是蛮明显的 如果你把它变到一期目过的云图当中 你会看到这个云带已经被穿越过去 云已经被穿越过去 而且形成一个比较深的一个下行的走势 而百当类的指标 2%这个指标也看到说 似乎在这些位置上 似乎在这些位置上 出现了一些顿化的现象 就是指标始终在80左右去盘整 但价格了没有呈现出一个破位的痕迹 所以在这时候我觉得 我们有同学就已经入了 琪琪女王同事已经在7484的这个位置上 已经抄底了澳币 我当然觉得这不一定是最对的东西 就是74几几的位置 不是一个最对的一个交易 不过能在这些位置上能够抓到单 也还算是可以了 至少在底部我们看到了一些反转的端倪 这不是反转竞争 各位同学同学们请注意 这个不是反转 123反转的位置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图形当中出现123反转要什么 那123反转在这个图形当中需要再走 就是这是第一个低点 第一个低点 然后需要再走一个低点 再反弹 然后再再过 然后才形成4小时图上的123反转 这才形成 那如果说我们画绘制趋势线去 绘制这样的趋势线 趋势线被突破 可能都是在之后几天的 特别是在星期三星期四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这种趋势线破位 然后回调 然后往上走的一个图形 所以我觉得现在 有些同学去抄底 去抄底这个澳币 澳币和纽币属于在这些里边 比较可以说是比较弱的货币 所以我不觉得是它这个好的交易习惯 甚至我都想说 做的黄金也比澳币要强一些 就是黄金的交易的格局 可能比澳币还要来得好一些 这是我们看到的它的图形 澳币把它变到30分钟图上 30分钟图上 30分钟图上仍然是一个 昨天也是点到高点 然后往下走 昨天这个行情 澳币的行情走了70多点 也是特别漂亮的一个走势 今天走到这个-2去 其实按照趋势型的交易策略 它说应该还是空的 就是最后一单总是 可能会止损出场 但是最后一单还是要去 就是以空头为主 除非你有一些特别的盘感 然后再次去做这种交易 我觉得澳币可能今天还往下 再探一波行情 上边十几点 下边25点 我觉得澳币都可以再去入一场 澳币下跌回调 这是顺势的交易 我这单 我就在这里不和大家去喊单去做交易 因为行情已经走了很多波的行情 走到这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一些 反转的这种可能性 但是按照顺势的时候 是应该往下做才是真的 纽币也是如此 纽币还没动 纽币又重新回到了这个区间里边 我们最近做纽币也是做得不错 那前几天 在高位上做空纽币 也是昨天正好 也是走到了获利满足点 今天再往上走 今天行情再往上走 我是觉得应该还有交易机会了 纽币 7024 30多点 30多点的行情 这个图形 就是目前这个结构和我们之前看到的这个结构 就很相似的一个样子 这是双顶下降过程中双顶走在这儿 然后今天也是穿到高点 然后往下 我觉得中间还是空下去吧 不去吧 它 止损其实并不需要多远啊 这个图形我觉得止损有上25点就差不多了 然后获利的也走到一个大约20几点的一个位置上 或者是70的这个关卡价位 这样的一个一个布局 我觉得可能可能止损可能再往下一些也可以 把止损再往下一些走 给上一个三四十点止损 收到昨天的高点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只有20点的止损 20点止损就是20点止损可以说是相对来说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守的 就是即便说它在这边点到这个止损 也不会特别大的去影响到这个行情的走势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可以把它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动作 扭闭 扭闭的一个一个空头 中间看看它怎么走了 扭闭顺势交易当然是继续往往空做了 嗯 这是我们看到的纽币啊 这是今天的我们认为的可以交易的 澳币行情并不特别动啊 走得不太不太远 澳币在刚才的时候 反弹行情走得也比较 比较反弹 来看一下 棒啊 那现在在今天的时候 非美货币整体都是往高走的 开始走到了一些反弹啊 回调啊 回调啊这样的这个 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 反弹啊回调的这个状况当中 行情其实是走了很多波了 这两天我还是会认为说 这两天可能 可能行情会还是走成盘整 偏震荡的一个走势 在数据行情来临的时候 可能会这个走刷一下 英镑就我们目前来看的话 我觉得还是一个高空的行情 最近几天 特别是他最后一波的走势 从 1.3780最低的时候是1.357 真的是走到我们的目标位了 我们之前说到的目标位置 就是1.35左右的这个位置上 1.35左右的位置 那到达目标位的时候 这个地方就是蛮让人犹豫的地方 就是如果各位同学就是 想把保持一个比较单纯的心态 来去做这个 就是在这里边去交易的时候 就很简单 就是我不做逆时代 然后就单纯的顺势交易就可以 就像我们刚才做的纽币的这个单 顺势往下做 这就指于一个正常的单 好 那么欧元开始反弹往上 欧元 我们今天可以把欧元的单去减少一些欧元的投寸 不去持仓特别多的欧元的持仓投寸了 因为1.2的这个关卡价位现在已经到了 应该把这个单了去这边去做一些 做一些减仓啊平仓的动作 把它平一些吧 我们原来有一点一手啊平上一半 把我们的欧元的单去平一半 交易的单 我们同学手中有没有有有持有欧元的单的同学呢 我们同学当中有没有持有欧元单的同学 我们看到 张崔同学有有这个欧元的单 还有其他同学还有还有欧元的单吗 我们看到也有不少同学啊 那南京的南非同学也有这个欧元的单 把这个单去做一些减仓的动作 不去特别多的持有这个单 做一些减仓的动作啊 减上一半吧 因为今天我们我感觉到在这个图形的位置上 在这个位置上 走到这里没有些特别的这种强势的走势走出来 1.2这个关卡仍在 而且最近几天有可能出现一些 数据行情的一些变盘啊 也都有可能 所以我觉得在这儿做一下 那我们看到还有这个关先生也有一点 也都200点也都不错 也都200点行情 这是我们看到的图形 欧元对美元 美元对瑞士法郎现在仍然在 就是涨得很 美瑞 美瑞的图形真是 就行情一波一波的上涨 趋势行情的时候 还是走得非常不错的 小燕姐有欧元对澳币 欧元对澳币 欧澳也是走得也走得不错 欧澳是今天刚入场的单 欧澳是今天刚入场单 5月入的欧澳的这个单 那现在欧澳有一些要破位的样子 我觉得这个单应该把它拿住啊 这个单可能会走很长一段路程 欧澳 欧元对澳币 双峰形态刚刚要形成 双峰形态刚刚要形成这样的一个 这是它的日线图啊 这个图形如果走出来也是非常漂亮 顶部 压力是比较明显的 我们今天做这个震荡 收回去以后做第一波行情 然后下边的第二波的行情 颈线的位置 我觉得有两个颈线的位置 就是前边这些这些线型的低点啊 这些都是相对来说 这些行情可能会下次再次会碰到 大概还有啊 这么五六点的这种行情 那这个行情如果在这破下去 那就是我们标准的一二三反转了 那然后下一波行情就还有一百点的距离 到一点五八一点五八五零的这个 两波行情 所以今天欧元对澳币啊 也是今天的一个明星货币 One giant stop 剧币的文件 那么 二百摃 一百一 一个香港的表情 所以我觉得由于是 偶尔的交易交易失误 其实如果123反转的话 有短线的123反转 可能就是现在就基本上到了 中长线的123反转 需要到1.58的这个位置上 然后我们在这里边会出现 两局部两个加码的位置 一个在这里的一个位置 另外一个下坡 如果下坡之后还有一个加码的位置 我觉得 可能的两次加码机会 这都是我们在中间 可能会遇到的两次加码机会 一个是 1.5850的这两个位置 那行情如果走开的话 可是这个行情可是非常远的 就是如果 如果它构筑顶部的话 假设在这边构筑顶部 也不说是大型的顶部 就是一个这个周线图上的回调 都是相当大的一波行情 因为我们看到在去年的时候 17年的时候 这个货币欧澳是从 JD的1.35走上来 走了大概2000多点的行情 走了2000多点的行情 所以在这如果出现 或者即便走一个比较小的行情 它走一波回调的行情 也都是600到700 这个货币队稍微一走 就是六七百点的行情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图形上边 中间我们从高位开始往下走 一波行情就是六七百点的行情 我们在做的时候把握住 如果在做的过程当中 有上这么三五百点行情 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 或者说做它的一个 做它的一个回调的波段 比如说我们在中间看到了 我们在中间看到了这波行情 这是它之前的一波行情的走势 那这是从1.61开始 1.6180 1.62 1.62开始运行到了1.57左右的位置 大约500到600点的这个行情 所以中间我们有可能会走出一波 这种比较大的一个 这是我们对行情的一个预想图了 可能会朝着这个方向 朝着这样的一个走势去运行 那当然还是需要一步一步的实现 所以今天我觉得它算是一个 比较明星的一个货币 值得大家教育 有没有做到这个同学呢 有没有做到这个同学呢 我想可能有同学做到了这个图形 这是欧元对澳币的图形 那你看我们看到有 马来西亚的俄文同学 然后Grace也是空到了 然后Daybreak在1.61的位置上 空到了也是空到 那都不错 这1.61的行情 那也有了大概40%的运行的走势 这是欧元对澳币 所以切到交易系统上还是有很多的机会 就这两天 直盘不是太好的时候 交叉盘会有很多的交易机会 像这些欧日都是一些 还可以的一些行情 欧日 不计方向的话 欧日目前 破上去 这是交易系统当然多的机会 欧元对英镑 欧棒这个图形 像是快要变盘的样子 欧棒像是快要变盘的样子 欧元往上走 云棒也往上走 像是要去变盘 所以欧棒也是一个可以的行情 最近欧棒的图形 我们看一下欧棒的图形 回调 在前几天的时候回调 深入回调 再回调 然后走出一波行情 今天再往下走 我个人感觉说 如果欧棒在这个位置上走的时候 四小时图上已经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阴线 在这边贯穿的阴线 阳线阳线上来 睡觉线形 然后阴线 睡觉线形 阴线 这么一个走势的格局 欧元对欧棒 技术面上走到这儿 当技术面走到这儿 就是如果单纯顺势交易的话 还是多 就是逢低买入 但是我觉得 这个行情 由于这几天整体上 有可能变盘的这些原因 所以我不太会这样去做 那欧元对纽币也是空的一个 也是一个看空的 这是 这是已经变了盘的 刚才我们说的欧元对英镑是还没变盘的 欧元对纽币就已经完成了变盘 已经变盘了 平均波幅 平均波幅38个点 今天回到这些区间里边的时候 都是交易的机会 1.71 7100 711 跑上这么 跑上这么二三十点就上了 就是交易机会就出来了 欧元对加币 这几天的时候相对多关注一些交叉盘 直盘上面可能交易的机会并不特别多的时候 多关注一些交叉盘的走势 小视图当中看一下 欧元对瑞士法郎还在这震荡的 也没走出一个什么什么的行情出来 最近仍然在这种宽幅的盘整当中 我觉得欧元对瑞士法郎始终过不去关卡的时候 下次再往上走的时候还是要做一些 就是在1.2的下方的时候去做一些 包括我们就是在盘整区间的这些位置上 也可以去尝试一些去底部 接近1.19的这些位置上的时候 跑到1.1920 1.1930这些位置上 都是一些 尝试的入场 当然这是稍有些逆势 不是 不是这个 这种顺势的交易的方法 欧元对日币的空单行情 来看一下英镑系的这些走势 镑系的走势看到 镑对纽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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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分钟图上的镑扭还是一个空的一个格局啊 有些时候执行系统也是很容易的 就是像这个图镑扭35点止盈35点止损 35点止盈35点止损就可以去做它 我们等一下就像这些往下一穿这个交易机会就出来了 现在讯号 现在交易的讯号还没出现 一会儿可能出现 一会儿可能出现一个小箭头出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 所以大家特别是参加过初级的这种同学 目前的是看一下 帮游 有人说油 油的价格 油已经出现了向下的箭头 油已经可以 油价 所以油的这个格局已经转空了 油已经呈现出空头 所以我个人觉得油价去交易的时候 已经转世了 甚至可以现在就做 你可以这样去分布入场 今天的油可以去分布入场 就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才我们做的 今天这根阴线的上方 同学们做的时候 因为这个单还是在摸索阶段 就是这个图形还是在摸索阶段 所以大家在去交易这个图形的时候 我刚才做了两个 同学们可以做其中的一个 做其中一个就可以 不用在中间去把这个 两个单都做到 所以刚才Daybreak同学就问我说 我们原油怎么做 我觉得原油中间看空的 原油在这里看空的 所以 所以大家做原油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头寸 注意一下它的仓位 不要把仓位去搞混乱了 因为有些 有的平台可能会不一样 看一下 帮奥 英帮对奥币是今天我们做的一个破位单 也是今天刚刚开始做的 那 行情走的走的 然后它又开始了一些 向着反向运行的一个状态 就是帮奥 那最大的时候浮动盈利 有这么四五十点 现在又跑回来了 所以我还会继续持仓吧 看一看它怎么走 手道止损就可以 这单一走出来就大行情 所以中间 中间守一会儿吧 不着急去 就在这个地方下结论 就是守一会儿 虽然现在是有一些浮动亏损 那也没关系 看它怎么走 这是我看到的帮奥 因为帮奥已经走了好多天了 可能在这边刷一刷 也有可能点下去再刷上来 各种各样的这种情况都有 但是可能还是会持持仓 好多天在交易的时候 我个人觉得就是你们 你们在交易的时候 如果有些地方拿捏不准 或者说刚刚入场 就想出场的时候 拿不准 那这些时候我觉得 因为之前做计划的时候 都已经做过交易计划 那执行的过程当中的时候 就少想一些 这些脑套 脑脑的幻象 各种各样的幻象 就比较单纯的去执行它 就是一个挺好的一个策略 放置 这都是欧元队 英镑队瑞士法兰 低多的英镑队瑞士法兰 这个行情也是 这个图形也是一个不错的图形 就是英镑在走反弹 美瑞也是在往高走 所以英镑队瑞士法兰 也可能走出一个反弹行情 但是这个都交易的 澳币对纽币 澳币我 这些图都是按照系统来做 不要仔细多想 多单的行情就按照多的思路来 只是已经走了一段了 澳币对加币 股市今天还走的还可以 今天的股指底部的时候 开始走了一个小小的跳高行情 美股也在上涨 所以在今天的时候 我觉得说我们这些图形走的都还不错的 就是美股还有中国的股市 都是走的比较强的一天 刚才又有同学问到说看一下帮扭 我们刚才说 帮扭这个图形和我们在说的这个帮澳的图形 也都是差不多的一个走势 破维下去 然后现在再往上走回调 走回调的时候 最主要是谁在动 最主要是我们看到 是扭币和澳币在动 这两个货币在以他们为主导导向在运动 所以在中间 如果各位同学你们要觉得说 这个单有点扛不住的话 也可以像我这样去做 就是也可以在中间 就是你做了英镑对纽币的空单 那你也可以做个扭币的空单来平衡一下仓位 这也是可以的 有投资问说 欧元会不会到1.16 暂时好像离这个位置还是比较远的 暂时离这个位置还是比较远的 所以我觉得它可能还有一段时间 到1.16可能还要有一段时间 至少我们目前的交易上面 没有这样的设想 说我们把欧元做到1.16这个位置 我们还没有这样的一个交易的设想 因为它还离得那边还特别远 离得还相当遥远 所以我觉得即便是有 它也需要先过了1.2这个关卡价位 先过1.2关卡价位 然后这个行情可能再走出各种各样的走势 这是我们看到的它 纽锐 这都是一些空的交易机会 纽锐的空单 纽锐是不太合适长线持有的 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纽币的单了 25点 纽锐走的不远 但是交易当中也还可以 纽锐 纽锐目前在高位上往下回抽 这也是空的一些讯号 空的讯号出现 另外还有纽币对加币刚才出现了做空的交易讯号 在微问上面 很多图片 就是我们开始学交易的时候 这个图形也还可以的 纽币对加币的图形 纽加的这个图形 标准的一个走势 注意你看刚才我们点了10线 它又变成10 这是一个挺严重的事情 所以各位同学在注意的时候 选择这个下单的时候 要注意要调整一下手数 纽锐九千点 所以它交易当中 上方阴线往下调整 进行仓位调整的时候会看到它的止损 我觉得不需要那么远 直到昨天的次高点也都可以 二期止损二十多点的止损值 止盈的值往上轴如果做日内短单的话 手上也手上一个二十多点的一个止损值 也都可以这是标准的维本的图形 纽币对加币的一个 所以今天我们 今天我们交易了纽币对加币 交易了原油 交易了欧元的减仓 所以今天的交易也是机会是比较多的 今天交易机会是比较多的 所以大家在交易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去 也可以去在交易当中去找一下这些图形 纽加 然后纽加还是往下走 纽币对加币这个行情还是不错的 不断的提示 所以自动化交易系统 这种半自动化交易系统 它不断的提示你 所以告诉你说这个位置差不多到位了 纽币对加币 纽币对日币 有朋友问到纽币对日币 纽日目前是 是清楚的一个多头走势 昨天 但是这个图形 纽日冲上来往下一刷 现在的价格又涨过了昨天的高点 这么一个神奇的位置 纽日 纽日如果在这个位置上 去建立它的底部区 目前我们看到它日线图级别上 完成了对昨天的一根K线的反转 有上边大概有200多点的空间 纽日 我觉得还可以 这个单的这种状况也还可以 来看一下它在交易系统当中 有没有反转的这种状况 底部区连续的大阳线的拉伸 所以在这个位置上是有 比较强的支撑存在的 大约是在 七六七几的位置 七六七几的位置上是有 比较强的支撑存在 我看刚才我们是哪位同学问的 纽日 我觉得纽日可能不太合适 继续看空了 如果有持商的话 可能 持商的缩减 不要做特别多的空单 再去持有 因为纽日这个图形 好像这个位置上 应该有潜在的一些买盘 存在在这个位置上 另外我们同学们在 白天或者亚洲盘 这些时间点的时候 都可以在我们的群当中去提问 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可以问 凡是与交易相关的 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都非常欢迎各位同学在这边提 哪怕说一些有意思 像我们这些群里边同学 发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也都可以 不要做广告 然后不要说 不要说一些特别离谱的东西 我觉得还是欢迎各位同学们 在这个群里边去 各种各样的讨论 包括说 我们什么时候看行情 大家在交易当中 有什么样的一些交易的心态 都可以在中间去交流 把我们的这个群 建立成一个比较活跃的一个群 我也鼓励大家去这样去做 欧元再往上跑 欧元是1.02 1.20 1.208了 棒也在往上走 今天在走反弹和回调 黄金也跑到10的这个关卡价 所以黄金啊 美元对日币的多单的同时 也可以建立一些黄金的多单 就是把这个单 有可能在这个地方会注底 晚间听听 李恩老师怎么说 李恩老师的黄金是做的 做得非常好 给大家一些时间来去 向我提问 有问题 同学可以跟我提问 另外 然后 也有同学第一次听啊 也可以扫描图片当中的二维码 和我们取得联系 这些图片 也欢迎各位同学去转发 因为很多人也可以从这些图片当中 去找到我们学院 来找到凯文老师 一起来参加学习 好 我来看看各位同学有什么问题 是啊 我们奇迹女王是最活跃的 黄金 我觉得黄金 我刚才说了 黄金 在铸造它的底部啊 1300这个位置上去构造它的底部 可能会震荡几天 你刚才已经有了黄金 1305的这个多单了 我觉得这个多单 还可以去拿一拿 看一看 争取它走出一波行情了 你的这个单就拿得比较爽 所以如果你有1305的这个单 可以拿一拿 特别是仓位如果不太大的话 都可以多拿一会儿 看看能不能走出一波行情出来 那有点问到说 1318上不去 那上不去还有 还很长一段路了 我们同学问说 这个1318的这个位置上 上不去 但是1318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很长一段路要走 这个回调行情也都值得大家去做 另外黄金 整体上 整体上还是 就是去年是一个大型的盘整行情 围绕着1200到1300 今年可能是1300到1400的这种行情在运行 这是黄金的 图 有同学也问到说 这个 西门同学问到说 有1306的多单 今晚的波动 看看能不能到二里 黄金的多单 拿拿看吧 反正这个这个单 最多损60点 现在已经盈利了40点 所以这个单还是不错的一个交易单 黄金的多单还是 还是不错的一个交易单 我自己觉得 黄金是个不错的多单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 这些单如果成型的话 就留一些啊 就是不要把它全部都平掉 留一些仓位可能会走出一些比较远的一些行情出来 有些人问到英镑反弹上去再去空 我觉得 棒的空头啊 可能会 这个算是告一段落了 反弹上去可能 今天可能会走一步比较强一些的这种反弹行情 比较强一些的反弹行情 看看它怎么走 所以我 我觉得因为昨天下跌的比较厉害嘛 今天可能往上走 英镑在回调的时候 可能会走出一些比较深的回调行情 往朝着这个更深的位置往上走 所以做英镑要稍微耐心一些 英镑要稍微耐心一些 不要在这边就很冲动的 就直接一把就进去了 欧邦是比较好的 欧邦这个空单是比较比较比较厉害的 欧邦走到 这是典型的一个坠落行情 日线图像的一个坠落行情 四小时图像比较快速的下行 所以我觉得如果做的话 如果要交易的话 可能欧邦的单可能要 我觉得也比较好一些 欧邦的空单 看看加日 加币对日币 加日也走到一个带破位的位置上 第二波行情 上来回调第二波行情的加日 加日还过了云图了 过了云了 加日可能会走出一波比较强的行情 加日也是最近的一个明星货币 大家去关注一下 我把这个也写上 明天的时候这个加日 明天的时候加日是一个值得大家注意的一个行情 够棒 大约行情走势今天主要的主要的思路我们回顾一下就是今天我们把欧元去做了一个减仓的动作建立了纽币的交易的纽币的空单呢 空了纽币我觉得纽币这张单真的还算是不错的一个单 纽币的这张单 看看他能够走到哪去了 纽币 往下走 纽币的空单 那基本上我们看到行情就是这些 那我们看到有同学举手 好 所以这两天的主要的交易思路就出现了一些变化 把原来的支盘货币的交易思路变到交叉盘当中来多做一些交叉盘 不喜欢做交叉盘的就停一段时间不做也可以的 不做也可以 喜欢做的就是在这个时候做一些交叉盘 我觉得可能会出现一些好的机会比支盘要好这几天 好 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 有问题的同学还可以在我们的群当中去发问 好 那我们今天讲解就到这里 祝大家交易顺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